不说菜单了解呢 先前菜市场出现了高丽菜一颗要卖120元 让许多农民抢中高丽菜 而随着平地栽种的品种上市之后 价格逐渐的回稳 现在一颗大概是落在60块左右 但高丽菜的栽种量过多被农粮署施紧了 根据农粮署指出高丽菜的公栽种量 已经到达了警戒值红灯 育苗场的高丽菜公苗量为596.5万株 相较近三年来比是增长了1% 另外采收期是1月初 而大白菜跟花椰菜则是绿色灯号 预估今年冬天高丽菜的价格可能会低空飞过 感谢 ustedes 小百图 我苦 fif了 干净 上价格推荐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